医学人文体无完复基础临床各何相望 医生离病人越来越远 本来应该N人般的医患关系现在成了仇人 你说这样的医学体系不改成吗 肿瘤晚期肿瘤很大一部分是治不了的 治不了就要改变办法 不论是像现在来了以后 外科医生上 外科医生做手术 内科医生化疗放疗科医生放疗 都是一撒癌细胞为目的的 斩尽杀绝杀呀杀呀 最后病人终于死了 收到平时房 死了八个小时 最后肚子里头癌细胞抽出来 全是活的 我们都希望 牛没了人还在 可比比皆是人没了 牛还在 这种人不这么治 不告诉他什么结果 如果告诉他不这么的治法 最后是什么结果 你以为得了癌就要死吗 十年前有一个老太太得胰腺癌 我说我治不了你回家吧 他说我回家 我以为他早死了 昨天他又来了 我说你是不是鬼呀 告诉大家 带流生存最长有多少 徐国民教授 藏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消化科主任 对吧 发现肛癌 整个胸腔全是转移的 癌细胞 把它洗了 然后关起来 活了十一年 重庆的有个 现在还在的 一个很大医院的 这个胸外科这个教授 胸外科的主任 得硬件细胞癌 畏罪额了一种 然后切不掉 关起来 叫我会针 我说第一 赶快回家吃好的 第二 因为吃的不多了 第二 赶快找接班人 因为活的不长了 那个院长赶快找了 接班人 还是我的学生 接班人等了等了 十二年过去 现在还在 五十年以后 我们的晚辈将笑他 当年的祖先 怎么治了肿瘤 我们前五十年 没这么治 后五十年 也不会这么治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老的树 是不是有很多疙瘩 有那么多疙瘩 长了肿瘤 成了什么 成了古树 年轻人没有 年轻树没有的 大家想一想 对吧 所以我提出来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我很快成了媒体的红人 对不对 叫网红 有人反对我 法院长 你说的是错的 我说错的 我说我是临床经验 你给我说出一个正确的 他我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就是我对啊 你要举证呢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普秋化与可攻性 我们都要最好的东西 来治疗最好的疾病 对不对 血腥肝死都按支架 对吗 对急性其对的 对慢性 百分之九十度了 也不应该按 为什么 测制循环形成了 长江一桥不通 二桥已经通了 你就走二桥就行了吗 胡生寿院士的地方 有个蒋雷新教授 在新英格兰发了一篇论文 让全世界震惊 在中国 心急更是以后 安支架和不安支架 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 五十年 全世界没有出现什么好样 出现一个好样 结果一天发现对心脏的毒性 全世界都挺惨 对不对 在我们消化科 比比杰斯 拿科都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 人为算出的结果 我们现在都制制制 最后结果怎么样 老百姓挣的钱 到最后都被我们最后半年 跟他用完 对吧 我们中国人通过这个治病 你说多少 多治出了一年 三十三亿人吃的病人 在北京会增 有一个从哈佛大学 回来的博士后 我说今天可以好听的了 结果会增完毕 他一句话都不说 我说海归同志 回来以后 要会推销自己 好多海归 可会推销自己了 我不是说海归不行 本人是老海归 1984年回国的 34年前我就回国了 后头又出去过就是了 他说怎么推销自己呢 问你的讲话 他说老师 我没办法讲 问你在哈佛 不是搞这个病吗 他说是 在哈佛搞这个病 我研究的是一个分子 这个人他居然没这个分子 现在医学教育制度 好的学生考硕士专了 硕士在考博士专 博士在考博士后更专 出国就一个分子在那里 搞了多少年 回来以后就这个分子 能治病吗 所以我跟我的那些学生讲 老老实实地跟着师傅 摸爬滚打 熬斤首页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不是科学能解决的 医学是一道真善美 问现在多少人 多少医生和医院 做到了善于美 No 善于美是医学的灵魂 医学的本质 对不对 善于美是人性的表现 如果我们的医生 只知道科学治病 不知道善于美 你就是服事了病人 作为人的人性 和自己作为人的人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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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